每月最低工資為28590元 經歷整整四個小時的會議 明年基本工資終於拍板確定 連久漲月薪調幅4.08% 來到28590元 而時薪則是增加7塊 調升至190元 大概是調升3% 是比較可以接受的數字 那麼我們牢房這邊呢 也有主張認為應該 進一步採集CPI數字 是再加上2分之2的GDP 有這樣的數字啦 彈開看看九年來的薪資調漲幅度 月薪從21K 一直到現在的28K 時薪也是連年漲 其中最高的調幅 還有超過7% 不過時薪月薪脫鉤問題 還是存在 因為以時薪190元來算 打工族只要每天工作8小時 一個月工作20天 月薪就超過3萬塊 難道是變相鼓勵打工 對一般學生族來說 多少是有影響的 多一點是一點嘛 人工時很高 他可能每個月200小時的話 那個薪水差距就出來了 薪資應該要配合物價的水平吧 現在是薪水配不上物價 根據最新消費者物價指數 年增率達2.17% 物價也一樣在漲 再加上本來資方能接受的調幅 也只有3% 未來很可能會增加企業的成本支出 至於說這個會不會引起將來的這個物價的上漲 我們當然不希望 但是這個幅度還是多多少少會反映到所有的成本上面 那時候有很多的中小企業 尤其我最怕的就是民以食為天 在食物的這一部分 尤其繼承的便當 自助餐 這次調薪 預計有257萬名勞工受賄 但實際上 對一般上班族而言 還是很無感 反而還要擔心 會不會隨著薪資調升 物價又繼續漲不停 東三財政院中午軍王一平台北報導